五平方square foot的日 新地楼盘全真 是由五平方square foot 优质楼盘专区 赞助爆出 特色单位就像心头号一样 一定有价有市 如果错失了往事放卖 业主难免都要有洩量的心理准备 例如今集的放盘单位 是位于马鞍山的营海顶层复式单位 位于第三期面积超过2700尺 业主叫价只需要5800万 比2018年的买入价足足低了一成 赤价只大约21100多元 我们参考四大银行股价 一律再比叫价再扔多百分之业 只是估到5600多万 问题出在哪里呢 先看看 回来再分析 这个顶层复式单位 能够外望三组不同方位的景观 北水南山的格局 以大厅、主人房 向东北面的海星湾海景最辽阔 并且可以远望西贡一带的山景 其次是向西南 远望套路港 以及向正南方 望内园和柳景 景观气派十足 开机都由出升降機开始 就能感受到大宅的豪华感 透过私人电梯大堂入屋 私隐度非常高 夹到大厅 空间非常宽阔 大约670尺 要摆齐基本家具 理应就无难度 但为了遷就景观 未免会衍生摆位问题 大厅其中两边都有落地大玻璃窗 彩光度相当充足 但影响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如何布局 可以见到原积其中的电视位 就切在大门旁边 变相沙发只可放在大厅中间 才不会影响窗外景观 除了要考虑家具紧贴窗边 有机会遮挡海景 还要迁就平台、楼梯和走廊出入口 大厅和厨房 分别外接两个平台 面积同样超过300尺 都以长形开继 正前方望屋院内园 左右两边 分别是海星湾和套路港 假如将两个空间合併 将会更好用 厨房大约130尺 工作台面呈U型 主食楼旁边 外接扎床的平台 厨房内接有窗 以及有淋浴间和厕所的储物室 全层唯一的客切 切在厨房旁边 相对狹窄 只有大约25尺 没有淋浴设备 走上一层是4间套房 还有一个曲尺形的空间 可以灵活使用 楼梯旁边的走廊 佔了单位大约200尺的空间 但宽度也有2米 新买家装修的时候 或者可以想想想 例如在这里做一组小小的花桌 所以简单喝下 都不用再走上走到厨房 先参观主人房 位于楼梯后面 经过扎墙的圆关 见到陶切 浴缸和旗缸兼备 亦有窗通风 主人房内内 旅空间呈方形 但要留意窗边有梁柱外路 或者会影响家司布局 不过正在其中三边 都有落地大窗 可以270度欣赏窗外的景色 旁边是同向的套房 亦都有长圆关 活动空间大约140尺 外接大约40尺的平台 可以靠开启唐门通风 套刺以棋缸设计 是无窗的黑刺 另外两间小套房 撤在楼梯的另一边 景观同向以柳景为主 远望见到少少套路 海景和山景 撇除圆关 面积和开飾差不多 大约100尺 房内都有良柱外路 令可用的空间减少 业主放盘大约一年 最初叫价6500万 隔了几个月 见后市市放好转 立即加价到7000万 可惜到现在都没有人抠 今年的年初就减价 减到5800万去放售 由高位计 减幅价达到1.7 楼价大约5800万 最多可以借五成按揭 这样计算 首期年同集费超过3200万 每个月供款大约13万 月入要有近27万5千元 才可通过压力测试 这位新买家都需要有相当财力 才可以负担得到这类特色单位 减海的顶层和地下莲花圆互供应 虽然只占了全屋丸大约2% 但以放盘量计 占了整体放盘量的5% 未必能那么容易消化到 减海提供的户型相当多元化 面积由471至3112尺 户型涵盖1至4房 最优质是望海星湾的单位 有向东北面的第二期和第三期 成交石价大约19000至21000元 其次就是外望吐露港海景的第五期 大部分以一梯两火的格局 提供面积超过1500尺的四房单位 户户都享有私人电梯大堂 成交赤价介乎19000至20000元 次一级有位于第一期和第四期 向西南面、外望市中心 和吐露港海景一带的单位 平均赤价大约17000至18000元 至于迎海的入场赤价大约16000元 高低差别达到24000 如果我说入场版来说 迎海看来源或山景的两房 或者两方面单位 那些平均成交赤价大约16000多元 大概是800万左右的成交价 纵观迎海近五年的楼价走势 赤价维持15000至18000元的水平 曾经在2021年10月后的半年 反复站在高位徘徊 最高赤价达到18350元 如今最新平均赤价大约16700元 重返2020年底水平 楼价至今未回升至高位 不过参考屋苑对上一次转手 发现大部分业主都能够获利离场 至于唯一一宗特色户转手 四年间账面虽然未赚3% 但继续洗肺 估计都要羡让离场 由于特色户的造价比较高 买家比较多都是有财力的投资客 可能大部分有五成左右 可能都会是国内的投资客人 因为风水方面 这几年都是南山不水的九韵 刚好迎海就可以满足他们的条件 现时市场上 顶层和地下莲花圆的特色户 放盘有11个 即是有大约一成半的特色户放售中 由于特色户的银马大 转手变得更加困难 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消化到